在00年纳会国内的网游市场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当时不少游戏正是在这样一个刚起步的阶段获得了不少关注 就比如我们熟悉的传奇就是在这时候崛起的暂时 当时这么一款游戏也吸引了不少玩家 甚至即便面临大敌传奇 还是有不少喜欢这款游戏的玩家 这款游戏便是红月 在当年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网游 尤其是对比起传奇那种武侠风格来说 红月的科幻题材显然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尤其是他选择了和其他游戏不同的设定 大胆采用原著漫画中的九大人物来做游戏的职业 而且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物都有对应的剧情和技能属性 现在看起来这种职业化可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当年可不一样那会 大家可没有什么职业的说辞 所以那才能有职业划分的红月是显得十分新颖的 也正因为这样吧 使得这款游戏在传奇这种现象级游戏面前 也站到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个词汇秒杀 其实就是诞生于这款游戏 当时因为游戏的等级差距 很大尤其是每个等级之间的属性不过 只要你的装备强悍的话 对于你来说等级的差距就不会很大了 甚至一秒就把人给杀死于是 秒杀这个词汇就在游戏里面传开来了后来 慢慢的演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秒杀当然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款游戏 虽然品质极佳但是 却遇到了一个坑爹的代理商 当时不少玩家为了升满机干了很久 可代理商为了让玩家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款游戏里面并不是选择更新内容 反而是选择把游戏的满机 从原先的一千级直接提高到了五千级 这让当时不少干地感到压力相当大 因此导致不少玩家直接弃坑去玩传奇了 而且代理商为了赚钱是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为了让玩家克金 他们把游戏内的一些神装的调率调到了相当低的地步 要想在红月里面刷出一套神装的话 那概率比你买彩票中到五百万的概率还要低 但是只要你肯克金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而且代理商的套路还很聪明 人家不是直接让你充钱买神装 而是通过月卡制 只要你充多少的月卡 然后官方免费送你神装这个套路 还真的忽悠了不少玩家 有些玩家为了神装 居然在游戏里面充了将近十年的月卡 可谁也没想到 这款游戏却在短短不到两年突然暴毙了 在05年的5月12号的这天 红月突然关掉了所有的服务器 没有任何的消息 甚至连一点通告都没有发